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来谈台湾用骑的最美 用骑脚踏车方式去欣赏台湾最美 那Eddie 陈忠丽 他本来是一个汽车的Sales 然后以前身体很胖 其实我觉得没多胖 80几公斤哪里叫胖 我以前胖的时候90几公斤 然后他说他身体出现了很多病痛 开始骑脚踏车上下班 慢慢慢慢发现收获越来越多 变健康了 体重也降低了 然后最大的感觉是 他觉得骑脚踏车 他认为更亲近这块土地 因为单车跟土地的互动关系 很密切 他就开始骑单车去旅行 一个地方一个地方的认识台湾 所以他觉得这个好处多多 现在就变成了一个专职的单车旅行家了 我们把他请到节目现场来 跟我们来聊 骑单车到哪里去旅行 这个漂亮 Eddie在我们现场 Eddie好 Eddie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讲一下你的单车恋爱日记 其实一开始应该是跟工作有关 你卖汽车 我那时候带一个品牌 就是进到一个新的品牌 你最早在哪一个公司 我最早是都在玉龙集团 玉龙啊 对 本来是在经销商 后来进到玉龙 后来我离开 离开之后有个机会进到台塑集团 台塑 对台塑他曾经 也有出车 他代理进口车 他曾经有代理进口车 双龙是吧 不是不是 Skoda Skoda是台塑的 最早是台塑代理 是哦 对 我那时候进去台塑 台塑以前还有一个小车嘛 对对对 叫什么Martis 对对 小车 小车 对现代的小车 Skoda是台塑最早 对对对 OK 对那 那因为Skoda这个品牌 它是哪里的 Skoda是杰克 杰克 杰克 对对对 但是它是隶属于 富士加州 对对对对 后来被收购的嘛 然后呢 这个品牌 它跟单车 是相当有关联的 不知道耶 因为电视广告很多嘛 对对对 我一开始我也不晓得 电视广告就是说 你因为 既然早晚要买欧洲车 对不对 那时候因为刚进去 也不太了解 然后上那个国外网站去 看 发现这个品牌 它大力的这个赞助 那个反发色警车赛 原因是什么 后来我再去看它的历史 对 它其实这个品牌 在1895年的时候开始 19世纪 对 它自己那时候是坐脚踏车 这品牌最早坐脚踏车 是哦 那时候觉得很好奇 那怎么汽车公司 以前是坐脚踏车 从脚踏车起家 对 后来它是脚踏车 装上引擎 哎呦 但是还是有踏板了 后来再装轮子 盖起来变成汽车 那时候我渐渐了解说 啊 它其实从头到尾 它都在做交通运输器材 嗯 那 那也 我在想它应该 这个缘故 所以它非常支持的单车运动 嗯 那所以它赞助了繁华自营车赛 包括这个品牌 它其实目前它自己 还有另外一个频道 都是跟单车有关的 频道啊 对 就是YouTube频道 对对 YouTube频道 它都是跟单车有关 是哦 那当然有时候会置入它的汽车 可是它就是在讲单车 嗯 讲运动 讲旅游 嗯 对 哦 那时候我就觉得说 因为一个新品牌嘛 你在台湾要行销 我还是sales 我是直营所的sales 他觉得要跟消费者沟通 嗯 你要有一个共通的一个话题 我觉得那时候刚好单车热开始 那很久了 单车热也 07年的时候 06 07的时候 十几年了嘛 对对对对 那时候最早从小泽最最热 那时候正热 那时候因为油价 油价不是很跌人产 那时候油价刚好再要飙升 是 所以我们在汽车界非常敏感说 会有一些 会有一些替代东西会出来 所以那时候小泽 那时候小泽大热其实就是因为我希望消费者希望就是我买台小泽 我开车到抹地 然后我可以接驳 没有 我觉得那个时候不是 我觉得那个时候是趴 就趴 那时候是最早 其实 是一种流行 对会有一个动机在那边 可是呢 后来经过整个单量传播 最后变成是 没有不行的 变成是 然后一个小泽 好贵 也有十几二十万的 还要排队买 对那时候就变流行了 但是最早那时候很多人其实是拿来想说 啊那我游那么贵 我可以骑脚踏通勤 对对对 后来变成流行 它当然形成一个泡沫 后来就掉下来 所以小泽那时候后来 后来就买了 那个时候有好几个车厂也成立了单车部门 你晓得中华 中华汽车也有 有有有 有很多 他们还设计生产的 有耶 是哦 有耶 我有一个朋友就在那个中华汽车 他们有 有牌子来做 这个我就不是很清楚 你不知道 对对对 然后那个mini有没有 是 mini就好 mini Cooper那个牌子 他们有出那个小泽 小小进的 很多汽车公司 他是这样 如果说他有 加上品牌的这个脚踏车 其实都是台湾的 对对对 就是一些单车厂代工的 对对对对 可是做得很漂亮 对对对对 那个就是以漂亮为主 跟我刚刚讲的Skoda 他欧洲卖的脚踏车 他有卖脚踏车 他脚踏车实用 功能性的 有公路车 有登山车 有铜车 都有 因为他们就是坐脚踏车 对对对 他曾经这样出现 他在了解单车的 单车使用者 他要的是什么 这样子 你那时候开始去研究单车 对 然后呢 我为了要跟消费者沟通 研究单车 然后就开始 跟消费者沟通 你卖车 那你怎么卖 来来来来 我现在来挂车 如果啊 Skoda那时候 没有人知道哦 对对 这什么牌子 对没听过 这怎么念 诶雅大哥 怎么样 你看起来好像有在运动 有床上 没有没有 看你的气色 有点 就是晒的 有点 就是 看起来很舒服 是不是 干不好 是不是有在骑脚踏车 如果说他有在骑脚踏车 那我就说 雅大哥 那你有在骑脚车 你怎么不晓得这台车 他会说 为什么我骑脚踏车 就要知道这台车 我说你如果骑脚踏车 你有没有看那个 反发自行车赛 他说 有 没有 我没有看 我骑脚踏车 比较少 我骑脚踏车是送报纸 送牛奶 我看什么反发自行车赛 我跟你说明一下 全世界最知名的自行车赛 反发自行车赛 他是非常有历史的自行车赛 那个自行车赛的 这个裁判车 工作人用车 他全部都是由 Skoda所提供的 赞助的 这么有钱啊 好像两三百台的车子 这些工作人员用的车 都是他们提供给他们 不是送给他们 就是那个赛事期间 他们这个品牌 就赞助了 对 所以如果你有看反发自行车赛 会不会是因为你们 那个母公司 车子卖不掉 只好拿出来 没有 不是不是不是 因为他有他的传统 他有他的传统 所以呢 如果你有在骑脚踏车 而且是比较有点强度的话 你有看反发自行车赛 那一台车 你看那些车全部都是Skoda的车子 这时候其实就是消费者他有一个连结 说原来它是一个顶尖的那种连结 再来 再来再介绍车子 再来介绍说跟福祉集团的关系 这时候也就是说让消费者从 先认识这个品牌 对不了解这个品牌 先知道这个品牌 可是我们买车都是德国车印象中比较好 是是是 那你觉得捷克 捷克做水晶的人 做汽车会好吗 其实捷克的那个工人的素质非常好 等一下我们现在卖汽车 没有我就顺便了解一下 知识无所不在 这个Skoda他其实早年是这个算是捷克的国运事业一样 后来被福斯那个买下来的 对 那福斯集团导入非常多先进的设备过去 对 那要的是什么 捷克这个工人的素质 就是生产品质 对 当然还有他比较低的工资 对 好 所以那捷克人在Skoda工厂工作 有点类似像我们台湾在台积电工作一样 这么会讲 那其实是非常荣耀的事情 我请问一下 那你当初在卖汽车的时候 你用这招话术业绩好吗 我建立品牌 那就是不好了 没有啦 因为刚开始是不容易的 其实刚开始是不容易 先建构这个品牌在消费者心目中的地位 这时候再来谈车子的内容 那接下来你为什么你的生涯会有一个转变 好 跟单车发生关系 当然其实跟这个品牌有关系 你发现脚踏车原来跟你卖的汽车有关以后 怎么去改变了你的运动或休闲生活 好 我们刚刚讲这个品牌 它从交通运速工具到后来自己还是有在卖脚踏车 所以还在卖 现在也还在卖 还有啊 是哦 台湾没卖 对 但是它不是自己生产的啦 它其实就是人家代工 但是它卖的这些单车 你把它分为大分类可以分为两类 一个是运动竞技用的公路车嘛 休闲旅行用的 像登山车或是同车这些车子 这时候我进行了解说 其实脚踏车从这个品牌一开始的交通运输 跟后来的运动竞技跟休闲旅游 其实脚踏车它可以分成 分成不同的功能 对 对对对对 那我那时候觉得我需要去了解单车 因为我想要跟消费者沟通嘛 你又花时间去了解单车了 我就骑脚踏车上下班了 哦 我那时候不是胖胖的吗 我怎么知道你那时候多胖 因为业绩不好 坐在办公室没事干 就越来越胖 然后就是那我应该要运动 所以我就去买 买脚踏车 买脚踏车 当然是运动版的运动型的 就是登山车 买登山车 买台湾牌子 对对对 它是是日本品牌啦 但是也是台湾生产啦 什么牌 Louis Garno 哦 对对对 哦 那我就从家里面骑脚踏车上下班 觉得 每天几公里啊 每天一开始大概七公里 哦 哎七公里对新手来讲其实有点难度了 怎么会 因为我骑的节奏比较快 哦你用拼的哦 没有 拉回转速 哦 我也要训练 我要训练体力拉回转速 然后后来觉得不够 我就多绕比较远 嗯 所以我变成我住中和 然后办公室在敦化南路 哦 我如果是 敦化和平那里 呃敦化南北路交叉附近 对敦化 敦化市民大道那附近 哦 然后后来骑一骑体育 中和 那其实后来 才七公里而已啊 觉得不够 中和骑过来才七公里啊 呃对啊 直线大概七公里 哇 后来我就走河滨变十一公里 哦 提早出门 啊对啊对啊 早点出门就好了 风雨无阻 就没有啦就下雨天就就下雨天我还是骑摩托车或是开车 那这样体力就越来越训练起来 是哦 哦 也越来越健康 对 然后体那时候一开始体重开始就下降了 哦 那时觉得 诶 骑脚车很棒 饮食都没改 饮食又有有有 因为为了要训练 所以我要注重一些运动营养 哦 所以变成那个饮食习惯就开始改变了 然后后来三搞四搞 搞到后来戒烟 哦 因为 因为骑车上山 戒烟会不会胖 会 会胖 还是会 戒烟胖其实是因为那个食欲变好了 哦 对 所以那时候因为有在运动 所以两两箱抵消 所以效果还不错 就没有变胖 没有变胖 而且变瘦 哎呦 变瘦 所以变瘦运动 对 所以该戒就戒了 听众朋友 是 如果你有吸烟习惯 就听艾里讲 很多人都是因为理由就是说啊戒烟会胖 所以不愿意 但艾里讲 你有正常的生活 你有正常的运动 然后把烟戒其实不会 他两箱抵消是OK的 而且更健康 是啊是啊 而且你就开始可以上坡了 对 因为那时候练山路 因为骑久了就觉得山路有必要去骑 你不是一个人啊 这种东西都要有人陪有人教啦 你现在讲到练 练山路 练这个字还有山路 一定就是有一些车友一起嘛 对啊 他一开始就跟人家一起骑车嘛 对嘛 但骑骑之后 其实我发现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问题了 嗯 呃 这样下去啊 老婆会跟我翻脸 那就把老婆带下来一起骑啊 对啊 嗯 对啊 可是要 要女生去骑脚踏车没那么容易 我们进一段廣告带回来 你怎么样 嗯 诱拐他 是 说服他 是 骗他 是 上了脚踏车 然后跟你一起去做这个运动 带回来 嗯 来我们继续跟单车旅行专家陈中立聊这个 因为我们今天聊的题目是台湾用骑的最美 但是我觉得先让他知道他怎么样从一个 这个汽车sales啊 慢慢转变成为一个喜欢单车 他用单车来改变生活 改变了自己的健康 然后呢 也说服了他的太太跟他一起投入单车运动 接下来他们就是踩踏用双脚去发现台湾之美 来怎么样让太太一起下来的 呃 女生很累耶 女生的体力跟男生又不一样 所以我们把时间回到0607那个时候 嗯 那时候其实单车运动还没这么风行 呃就是刚开始 通勤是有可是运动的这一块是比较少 你的成功啊 可是我们骑车一天到晚都在外面啊 嗯 那太太在家啊 对 他要做家事啊 呃 都你一直在外面然后他自己在家这样怎么对 对 不行吧 对 所以我如果要继续没有把他拉进来 我可以后就没机会骑车 所以呢 所以想办法带他出来 对 所以我那时候就常常有时候开车 我就带他去那些骑假车车的人会去的地方 嗯 然后看到女生我就跟他讲说你看你看你看那女生 嗯 你看他骑他没有萝卜腿 而且这样晒的这样子那种颜色看起来很舒服 看起来很漂亮 他是家庭主妇是不是 呃就上班族嘛 也是上班族 对也是上班族 哦 所以他那 他很累 渐渐去告诉他说其实骑单车是很健康的 嗯 然后后来就当然就是 他本来会被骑 本来会 就是就是一般呢 就是一般我们这种休息吧 对对对 可是运动就不一样 其实我重点是要他买单车 哦 你买就好了 你什么要他买 你买给他就说 亲爱的老婆大人 今天你生日 今天是我们认识第38天 我就给你买了一台家 这样就好了吗 那时候是这样子 我说 我们在公司福利还不错 有些礼劝 哎呦 然后我就 我说哎 哎这个有一天啊 就是我说 我们我这边有大概两万多块旅券 哎呦 那我带你去那个收购BR4 因为那个捷安特的 哦没事 对对对 跪在那边 然后说去买一台 你要一台好一点的单车 女生喜欢军把的 没有他说不要了 哎呦 你带小朋友去就好了 哎呦 因为因为我有带小朋友骑 他觉得不错 他觉得这样就好了 对他是这样就好 你们去 你们去 那不然的话 你们出去家里面也要有人顾啊 哎呦 我说 你家怎么样 你家 是很怕小偷就对啊 不是啦 他不想去 不想出门嘛 好了 然后我就说 呃 可是好吧 你确定不要吗 他说对啦 你们去就好了 谢谢 他很感动 这样子 我说好吧 那我手上这边有一些礼券 本来就要买单车 不是 我说 因为我带小朋友出去 要帮他拍照 那之前那些相机也不是很OK 你换买相机给他 没有 我就买一台好一点相机 我太太说 嗯 比阿佛什么时候开 我们明天去看 哈哈哈哈 为什么他宁愿不要你买相机 没有啦 其实就 他想啦 就给他 他把他心中的那个 那个 那个 欲望 拿掉 拿掉 然后用这个礼券 用这件事情 对 什么钱 我又拿去乱花 倒不如去买单车 嗯 然后就带他去 然后就买了两台 两台哦 因为他就顾家嘛 他就帮小朋友再买一台 哦 我为两个小孩嘛 我本来就帮一个买一台了 然后他一去就买两台 那现在一家四台 对 一家四口都可以出去了 那你就开始 就开始教他怎么 周末 周末 利用周末 就练车 嗯 就开始练 嗯 一直训练 跟着他后面一直训练他 练练 平路练久了之后 开始练三路 然后他体力上来之后 我就可以开始 一起出门汽车了 哦 我讲这个比卖车还难 哦 因为我花半年时间 比卖车还难 对我花了半年时间才 好不容易让他买一台 八千多块的小孩车 嗯 他那一台八千多块嘛 不算贵 对 没有他因为 本来两万多块嘛 拆开 本来要买一台一万多的 结果就这样子拆开 被买两台 所以现在有的人 有的人脚要吃十几二十万 也在 是啊 没错 没错 对 然后两个就开始 夫妇两个开始 对就开始 就开始 那开始上山之后 因为以前我们 我们其实学生时代 就认识了 那以前从骑摩托车 到后来开车 其实台湾也都绕遍了 啊 真的啊 对啊 就是到处都 你骑摩托车 绕台湾哦 我们曾经从台北骑到肯定 然后什么综合啊 已经 真的假的啊 是啊 早期 那那个车好可怜哦 那台 还好啦 就是 早就超烂的 比较大一点车子 你骑重车哦 没有啦 以前都是 野狼 王牌 王牌 然后 后来开始骑假车之后 当然就是去以前开车 骑摩托车去国际 真的假的啊 啊对啊 像乌来啊 我们不要讲太远了 像乌来 骑车去乌来很累耶 那个上坡 连续上坡耶 你练久之后 其实爬坡跟爬山差不多 就是跟我们走路爬山差不多啦 体力的不都差不多 不是体力 因为你那个角力哦 很累耶 乌来是一个 那阳明山呢 都去啊都去啊 阳明山啊 然后 其实我们台湾大概 如果骑假车 后来 像我太太 北恒中 南恒 都骑过 都骑过 你们是 车子开到一个地方 放下脚车去骑 还是一路就 就就 不一定 看路线 路程怎么安排 啊 例如像你环岛 环岛就从家里面 没有你们这个 你们这个还是参加车队的啦 不不不 自己弄 就夫妇俩就自己去了 对对对对 那补给 准备这些东西怎么办 就自己备啊 身上还挂两条备胎嘛 不用吧 内胎啦 备胎 因为我们两个单车规格是 类似的 所以备胎带一条 那比较长的两条 就可以了 你中间可以补啊 如果万一 万一是赤破 也可以用补的啊 哇 那你觉得这样乐趣在哪里 用骑的最美 OK 我们刚刚讲说 开车嘛 聊到主题 对 开车骑摩托车 以前都去过 对对对对 那可是呢 为什么 骑摩托车跟脚踏车 差不多 去的路线都一样 为什么骑的最美 骑机车跟开车呢 我们享受的大概是两种 一种是比较 点点的方式 例如说我开车到乌来 或是骑摩托车到乌来 我到了乌来之后车停好 好不容易停车场有空间赶快进去停好 停好就走路街嘛 然后泡温泉 对 吃东西吃美食 对 然后回来 对 那回来车上他干嘛 他在睡觉 对啊 我们开车嘛 不然 OK 不睡觉要干嘛 没有 如果是 他是睡觉 那我呢 开车啊 开车有时候觉得 很累 我想要爽一下 驾驭感 我开快一点 过弯山路 其实开车的乐趣 一个是点 一个是驾驭的感觉 那骑脚踏车是不一样 骑脚踏车 你刚刚您 那个姚大哥讲的 骑到乌来 其实还蛮累的 对不对 很累 所以骑到乌来 就赶快回去啦 你不会在那边停 为什么全身脏脏流汗 你也不会在那边晃 尤其女生 你说骑到乌来以后 对 你骑到最上面 瀑布那里 对 然后就回头 就吃个东西 就赶快回来了 不会在那边待 也不会泡温泉 为什么 你还是可以泡啊 你要背东西 那很麻烦啊 那你就带一套衣服换啊 以前体力没这么好啊 好 结果是 那美在哪里 美在沿途 以往开车 坐在这个 那个那个里面 车子里面 然后因为玻璃 因为这样的关系 你看不到外面 看不到那个view 你骑脚踏车 你可以看到 慢慢看 对 而且那个速度 是你自己人移动的速度 对 所以那种体验的那种感觉 是跟开车 骑摩车 跟开车 跟骑摩车 是不一样 所以呢 骑脚踏车 骑的是那个过程 它是一个线性的 线性的游程 如果是以旅游来讲 它是一个很线性的游程 就好像说 比如说我们讲 国外好了 国外已经会很熟悉的 像那个朝圣之路 578的朝圣之路 不管你走几天 对 那其实体验是那个过程 你到最终点的时候 当然也会在那玩一下 可是坦白讲 都已经很累了 对 可能停个一天两天 那意思是 过程很重要 是 脚踏车玩的就是过程 骑的就是那个过程 那尤其是在台湾 因为如果说像国外 比较平原的 那说真的 有时候一天两天 甚至三天 景都一模一样 那就没办法 可是我们台湾 台湾70%都是山地 所以你还 你还喜欢骑山路 当然就是要骑山路 可是我觉得有个事情 就危险 这个 这个也就是说 为什么前面要 很危险 下坡尤其危险 我弟弟自己有一次 就是差点挂掉 对对对 所以整个人腾空 飞起来 掉到 掉到山坡下 为什么那时候 最好他没有断 可是有人 有人就这样死掉了 对啊 其实当初为什么 我要花半年的时间 陪我台湾练车 其实体力是一回事 最重要是要控制技巧 对对对 我们通常 我们带人家骑车 我不怕你 不怕你没力气 骑上去 了不起推车 对对 但是我很怕 下来的时候 你到山顶 那下来 下来你几乎就跑掉 我追不到你啊 对因为我要 我要有个安全速度 可是你已经超过 那临界值 最后你可能就摔出去了 对 所以前面的养成很重要 体力跟技巧 两个是要并进的 不是只有体力 可是有时候 不是自己能控的 台湾的山路 砂石车也在跑 汽车也在跑 尤其是有一些很 很特别的路 现在也有那种超跑也在也在那里练 对对对对对 然后重车也在那里练 对对 那几种不同的轻重的交通工具在同样一条道路上 这太危险了 你要去了解那个规则 不是说硬生生的规则 而是大家在路上骑的规则 我一直觉得交通是一个用路人的默契 但是很难嘛 有的人就没有办法 你看每天行车记录器的新闻一堆 还是有危险 那就是路程的安排 路程的安排 比如说例如避开那个时段 避开那条路线 我们可以绕开 走一些比较小的路径 车少风景就好 透过这样的一个规划 可以找到一个比较好的路线 所以说我开车 早期是说 我走一些开车跟骑机车会去的路线 后来我建议 现在不要了 没有就开始调整了 那现在都什么路线 我都是以主题为主 就选择主题 例如说 例如我们大台北 我非常喜欢的三条路线 好我们等一下进一段广告 大台北三条路线 来我们继续跟单车旅行家 陈中立Eddy聊 他心目中最棒的三条 大台北的这个单车主题旅游路线 来 好 你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一个阅历 对这是桌历 桌历 对对我每一年都会做一本桌历 你自己出哦 对对对对 干嘛 没有这其实集大家的资源 就是我们设计嘛 然后去印刷 然后车友们会 因为这个桌历是有实用性 对对对 实用嘛 然后要干嘛 那募款 就是结余啦 我们结余款我们会捐给教会 部落的教会 因为我们很喜欢到部落区 到山上部落 然后对因为其实以前骑车的时候 受到部落教会非常热忱的款贷 然后我们常常去吃啊干嘛 到后来发现这样真的不好意思啊 我们要一点回馈 所以那时候就开始 一开始做坐立做这样的一个 就是捷御馆 捐给他们 后来就变习惯 每年来一次这样子 哦对对对 然后就把你们拍的照片 对因为每年我们都会选一些路线 然后去骑 然后做一些分享 所以你有一些车友一起 对对对对对 好那三条路线 对这个路线啊 这个封面是这样子啊 这个是2020的这个桌历 好那主题是 这个北台湾三金 三金 对三金啊 三金三个黄金路线 对对对对 OK第一金 就是这三条 那这是什么 路线是这样子啊 嗯好 那这三条是这样子 三条我看 这样子一个是黄金路线 一个黑金路线 一个绿金路线 好 那黄金路线顾名思义嘛 你讲给大家看 这是黄金路线啊 黄色的 基本上这个路线 你可以从瑞芳 或是从那个阴阳海里面开始 嗯就是那个东北角这边 嗯那走的就是跟黄金有 黄金的开采有关的路线 哦哦哦 例如我们如果是从瑞芳 嗯从瑞芳出发 嗯到北到那个九份 哦这个这个路线我 会建议是要有骑乘经验的人 哦因为这是三路 对对对对 那一早从瑞芳出发 你到九份的时候 游客都还没来 哦很好 你一样可以进去 而且很安静 嗯这时候呢 你再骑到那个金瓜石 嗯 再到那个茶壶山的登山口 嗯把脚踏车放着 去爬一下茶壶山 哎呦 十几分钟而已很近 嗯 然后下来之后 继续骑着单车 这时候看你体力 如果那体力 呃不是很OK 或是说 怎么办 你就往下滑 嗯 滑回去瑞芳 或是从银行海那边走 那个滨海公路 嗯再绕回瑞芳 但是走滨海公路 就要注意车多了 嗯 因为那边搭车 对 可是像我们我们会会往那个102 就是回到九份 然后走102 上不愿亭 嗯 不愿亭就是往双溪那一条公路 我就不晓了 然后呢 啊 到那个不愿亭之后 再下滑到双溪 嗯 去吃创冰 哦 吃完创冰 那如果说觉得时间不太够 那直接走106 从从那个那个呃平溪 金铜 从金银这边回来 全程几公里 全程大概像一圈 大概一百多 一百多 搞掉一天 啊如果说体力好 你可以体力好 你可以双溪这边再走106到 呃到那个五分三 一百多公里 没没没 搞一天 对不起 就是还就不用回台北 直接在双溪那边转 转到那个五分三之后 再绕回那个这个瑞芳 这样一圈大概六七十公里 然后呢 车子怎么回来 啊 坐火车 对对坐火车 你打包坐火车就可以回来 哦 这是黄金路线 那这个因为是主题路线嘛 所以九份是产金嘛 那金瓜石 对 然后这个这个茶壶山 茶壶山其实里面有树井 那以前都是采金 挖出来的这个树井 树井 对 那去那个去那个什么 去那个五分三 去那个不厌廷的路上 嗯 你可以去那个小金瓜路头 小金瓜路头 那也是那个金矿的路头 嗯 那所以这个都是跟这个黄金有关的 所以把它称之为黄金路线 嗯 用单车来走 对 对 探索台湾的 淘金石 对 那另外呢 第二条 黑金 黑金 那就煤了 对煤 煤大家就很熟悉嘛 用铁路来看就是平溪线 用河流来看就是基隆河 平溪基隆 好 对 OK 那其实 其实南港也有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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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讲主题路线是这样 就选一个区域 然后用一个主题 那可以规划路径 然后也可以去筛选景点 那起乘在哪里 黑金路线的起乘 黑金路线的话 你可以设定在瑞芳 或是你可以设定在巴督 这是从那边走 那你也可以反向你从 比如说从那个木杂动物园 木杂动物园这边也可以 木杂 木杂动物园 从木 好 我们这次假设从木杂动物园出发 我们从那个经过深坑 嗯 然后上那个106到金桶 金桶你知道 平溪线的这个最最最最顶端 金桶这边平溪线最顶端 它刚好其实也是这个 基隆河的接近源头 嗯 那个金桶往那个景美这边 它也其实在爬山 有个小坡 坡顶的旁边的山上 那个就是基隆河的源头 基隆河的水从那边流下来 到金桶旁边 那其实就基隆河嘛 哇 平溪线从那边开始 所以这个主题虽然是 也是黑金 其实也是跟铁路有相关的 嗯 你就从金桶 然后下一站到平溪 嗯 然后再来应该是菱角 然后旺谷 然后十分 到大华 那大华因为 到大华因为再来就没路了 可是有过去嘛 铁路有过去 可是脚踏车没路了 所以你就要掉头 或是直接从十分那边转 转上山 到双溪这边 然后再从这个牡丹 红母过路 天哪 你现在这种东西都不是一般的 一般我们这种 不行啊 但是这条路线里面 有一段是可以很轻松的 那只是有一段啊 我可是这段很很经典哦 非常精彩 经典在哪里 精彩 好我们假设这一段 我们从瑞芳 反向这样过来 瑞芳瑞芳那边有U-bike 你知道吗 瑞芳现在有U-bike 瑞芳也有U-bike 很好 瑞芳到瑞芳 它有一条自行车道 那就好 瑞芳自行车道 那就舒服啊 对啊对啊 那这条自行车道 它是沿着旧血道盖的 那它更好 所以它有很多的隧道 哦 好那骑到那个 瑞芳之后呢 你就脚踏车就环 你就可以在附近逛 那以后其实它可以骑更远 它现在正在盖一条自行车道 叫做旧三条岭自行车道 就是喉洞再往上走到三条岭 那铁道它其实那边有旧的山洞 一个叫做旧三条岭隧道 另外一个叫做三爪子隧道 它是连在一起的 那隧道很长 贯通过去是到牡丹 很远耶 没有啊 其实你就这样 其实U-bike这样 路都不算陡嘛 它很厉害 那个算新北市啊 对对对 那你过去 你看到牡丹之后可以骑到哪边 可以骑到双溪 还可以继续骑 可以骑到福隆 福隆不是有个旧小岭隧道吗 你可以骑到石城 你还可以绕那个绕一圈 骑到那个台湾最中边 山雕角 沿途要怎么补给啊 哦它多了啊 可以补给的地方多了 你看瑞芳有嘛 那活动有嘛 山雕岭有小商店 我突然想到一件事啊 像你们像 你们有自己的脚踏车 你拆拆装装都知道 甚至你出去的时候看必要性 你会准备备胎 或是补胎的设备 对对对对对对 但我们这种属于休闲型的 是 我去租U-bike 是 半路要是故障怎么办 就丢在那里啊 U-bike他有那个啊 他有服务电话啊 你可以打 他会派人过来 对对对 他应该会来收车子 他会告诉你怎么做 哦 对 而且U-bike这样子啊 他的那个站点 他距离都不会太远 相互之间的距离不会太远 我刚刚讲那个三两两里隧道 那个福隆那边现在是没有设站 对啊 有设站是只有这个瑞芳跟这个 对啊 那我就在想 你叫我把 乘U-bike往那里跑 你下次你就骑到牡丹 就掉头回来就好了 哦 就是逛这些隧道 那像我们 搞不好 未来要福隆设站的 也不说不定 对不对 嗯 我们希望他设站 说真的 我就不用自己带假号车了 是哦 对啊 你会这样 你会骑他的 我会这样这样骑啊 我还以为你骑自己的 不不不 我这样子 你看嘛 我就坐火车坐到瑞芳 对 坐火车去瑞芳 对 然后 我告诉你 为什么要这么做 比如说 假设 假设三条岭有设站 这是假设 他有设站的话 我脚踏车就还了 我可以走步道 我不信任要骑脚踏车啊 对啊 玩法更多样 那边有三条岭 那边有三条岭隧道群 嗯 然后也有那个 右坑步道 所以你不会执着在说 我一定要用自己的车 是 就怎么方便 怎么去 对对对 运动就好了 就是按照不同的路况 按照不同的路线 按照不同的主题 来选择用什么单车 哦 就像 就像那个 当初那个汽车品牌 那个汽车 嗯 它是一直在做交通 运动运输器材 嗯 随着时代 随着社会演变 它一直改变 从加车到 装的引擎的 装的 把它当机车好了 嗯 到后来的汽车 嗯 对 它其实一直在演变啊 哦 OK OK 好 那你说的 滤金路线是什么 滤金路线 呃 我们 北台湾 尤其是大稻城 嗯 应该说台北 查 哦 就想到了 嗯 嗯 嗯 我在古地图上面看到一条路啊 嗯 来来来 你拿起来看 给大家看一站一站脚 好 讲给大家听 我们看一下这个地图 嗯 好 这个路线图看一下啊 绿色就是滤镜路线 我们从大稻城出发 嗯 好 从大稻城出发 大稻城我们知道因为茶叶的发展 对对对对 让我们北台湾发展起来嘛 那其实从呃 我们整个大台北地区呃 早年的这些茶叶的运送 其实大部分都是透过水路 嗯 水路居多哈 嗯 不管从大溪三峡这边啊 或是南钢 对对对 那其中有一段啊 文山这边 嗯 文山这边的话有三个聚落 它事实上这跟茶是直接相关的 哦 一个就是深坑嘛 嗯 一个是石定 一个是平林 哦 哦 这三个那很妙这三个都还有老街 石定老街 深坑老街 石定老街 平林老街 哦 那你在百年前的地图 你会发现它其实都在同一条路上 同一条路上 对同一条路上 哦 那就是交通要到了 对 那那也就是说 那那而且呢 现在这里 现在这三个聚落 其实还是有路连起来 有是吧 有啊有啊有啊 路况呢 路况非常好啊 就是就是一般公路 就是公路 哦 所以呢我们从大大城出发 我们先沿着河滨 嗯 骑骑骑到木杂动物园 OK 这都OK OK那出来当然就公路了嘛 106宇到深坑老街 哎呦 哦 那这上面有点小爬坡到石定 哎呦 哦 石定有石定西街东街 那越来越越斜啊 没有啊 就可以回去啦 哦 这样就回去了 啊如果进阶的 我们就要上山嘛 对 我们刚刚是轻松起的 哎 再来是 因为有些听友 他是进阶的 他觉得这样怎么够 我要去一起怎么办 OK你就继续走 106宇 丰田公路 爬上那个海拔大概600 滑下去就到坪林 哦 好那OK到坪林 不要说那没有练过哦 那我们 600公司 100都累了 不要说600 那我们可不可以直接开车到坪林 真的起 可以啊 坪林有三条自行车道 哦 有啊 有那坪林有 专用道 对专用道 不会跟汽车摩托车 那自行车专用道 呦 好 北市系自行车道 然后戴雨库系自行车道 金瓜阿西自行车道 哦 还有三条专用道 哎 金瓜阿西有部分是跟那个 汽车共到 但是他车很少哦 而且都是非常非常棒的路线 嗯 有一些说你 运动款的运动型的 好像我们这种的 你可以从台北骑过去 嗯 想要轻松骑 除了前面我们讲到 死定这一段之外 你也可以开着车 或是大大众运输系统 到坪林 由坪林那边当地 当地租脚踏车 在那边附近骑 OK 那有特别 那当然这沿途的重点就是 看茶嘛 嗯 你不管是买茶叶 或是看这个 去了解说当初这个茶叶是怎么样运送 然后看这些茶田 茶园 另外你可以在坪林 你可以吃一些跟茶相关的饮食 其实是非常非常丰富的一条路线 所以这是三条主题路线 对 好了 我个人非常喜欢 可是这个东西都要有一点基础了 是 我想请问你有没有一些 对台北市 大台北地区的民众来讲 相对轻松的路线 你想一想 我们进一段过 待会 来我们继续跟单车的旅行家 陈中立 Eddie 聊这个用骑的发现 骑甲车的方式 发现台湾之美 刚刚Eddie哥跟我们讲了 他有三条 他强力推荐的这个路线 三金 一个是黄金 就是九份金挖石这一条 一个是绿金 大道成这条 对 然后还有个黑金 黑金大概要从这个 从瑞芳啊 就是跟煤矿有关 对对对对 跟这个我都觉得要有一点点基础了 就是起码要练三个月半年以后 你包括你的呼吸 包括你的角力都都要具定一定程度以后 比较才能领略这样子的这个开心 要不然你 我听到哇好棒 我一去玩铁腿 不会啦 就是一开始就70公里 那怎么行 要选择路段 不能选择 你要路段 其实就是要规划 没有啊 我这样选择也没有用啊 因为我自己太有经验了 你如果完全没有基础 就听你的 就是说我现在去选一段 结果我还是完成不了 真的我不骗你 我了解 因为你的车子 你也不晓得你到底 自己车子的能耐到什么程度 对不对 体力到什么程度 然后第一次去 也不知道周边有没有什么资源辅助系统 很可怜 我以前也是 我带了几个朋友 我们骑一骑 结果每一个都抽筋铁腿 叫计程车 叫台湾大哥大 台湾大车队 然后把轮子拆下来 上车回家 我自己一个人孤独的完成 真的不骗你 他们没有练过不行 对啊 其实我们前面一开始 要练一练 一定要有相当的 呃就是要一定的体力 然后技巧 没有我觉得最重要是还是要一两个老鸟蛋 对对对 就是陪着你 对甚至他会告诉你像你刚刚在讲 我们在练回转术的 是你刚开始骑人什么子什么叫回转术 没有人转 然后他还要在旁边提醒 你现在应该放到几公里 对不要停对对不对 达到第几档才能效果出的 第高度啊对对哦 灯灭术灭的就是 哎天原来我今天听到 nik",在澆 那我就冲牙 完了 拦風 我们现在好酒 没有 哪 最后我们来谈一下 ம 自行車道 好,来 你觉得比较美的 自行车道我先建议 台北市有几条路 几个 其实很多 一个基隆和言 先从一个比较大的view来看 最近各位有机会可以看一下 最近有一个活动 体育署的活动 叫做齐亮台湾 它是一个票选 那票选投票 那个是一回事 最重要它里面有18条自行车道 全台湾 18条自行车道 既然是自行车道 而且那些自行车道 相对都是很轻松的 那最重要的 那个里面都有路线 有Google地图的路线 所以你一看 你看喜欢 你就把它存成自己的 自己的Google地图 那以后你可以照着去走 就不用 不见得一定要有人来 你自己知道的地方 那这些路线里面 我们台北 它里面有一条是 我记得是基隆和自行车道 基隆和 大家想说基隆和自行车道 在哪里 其实它的重点是在于 五堵旧隧道 这么前面 没有 事实上我们这样 我们这样看 以比较大的预算来看 整个大台北地区 新北跟台北市的河滨都有自行车道 就是基隆淡水 这两大 就基隆和淡水和新天溪金美溪 对 新天溪金美溪 外双溪 通通都有 都有 都有自行车道 两岸都有自行车道 那这时候 其实 这些自行车道 乍听之下很复杂 但你如果从河溪来看 其实就简单 这是我们来看基隆和自行车道 所以其实基隆和自行车道 因为新北跟基隆是接壤的 在汐止五堵那边接壤 那那边有一条铁路的旧隧道 叫做五堵旧隧道 它现在打通了 就是通了 整件的脚踏车可以骑过去 可以骑到这个基隆 一路骑到基隆 那旗类的U-Bag一环 你就可以做这件回来 重点 你看哦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今天从松山进河滨 是 五号水门 是 六号水门进河滨 往南港 是 往南港还是要拉出来一段 才能接到 沿着基隆河往上走 我记得不用啊 不用不用 有些是你要到对岸 有一些是要拉出来 对对对 你要到对岸 那现在 你讲的应该是左岸 左岸这边现在好像有在盖了 好像有 因为你没有办法全程串接了 就像台北市到桃园 要用桥 对啊 对啊 要出来嘛 不用不用不用 你就是过桥就好了啊 是哦 对啊 过桥 过桥那有些都是专用到啊 OK 你像我您刚提到 从台北到桃园 可以耶 我知道 我听很多朋友讲 对啊 可以啊 而且你知道吗 我们从台北骑到桃园 就是十门嘴库 前面啊 没有 离十门嘴库 还有一点点 嗯 到这个龙潭那个三更老街啊 嗯 你知道吗 来回是一百公里耶 来回来回 那单趟五十而已啊 对啊 我而已 嘿嘿嘿 骑一百个五十 那是很远的路耶 还好啦 哎 那刚刚不是说 我是帮大家啦 我自己骑过了嘛 是是是是 OK 嗯 也是说 其实 其实 大台北地区去 旁边到桃园 桃园 其实自营市场去桃园 都非常的发达 那还有人骑到宜蘭的咧 宜蘭 有啊 我不知道他们怎么骑到说专用道 宜蘭你可能要走北宜 不然就 没有啊 专用道没有啦 专用道没有啦 专用道没有 宜蘭 当地有很多专用道 但是台北到宜蘭是没有 没有 不管你是借车或是驱车车 他也有 从关渡 你就沿着自行车道 然后过关渡大桥 过去到巴黎左岸 所以你先过关渡桥 从巴黎走 对 巴黎往出海口走 重点是到渡船口的时候 搭渡船过来 哦 你到那里就停了 没有 就想要是去牵上去 对对 我知道就回头 就是搭渡船过来到淡水 到老街吃东西 对 然后再往南走 这样 这一圈 这一圈你想想看 那不远啊 对不远 可是很好玩 非常好玩 亲子也很适合 情侣也很适合 夫妻带朋友 你让他了解说 原来我们 可是那个就是 完全是休闲娱乐 对对对 那不是运动型 不是运动型 两端淡水跟巴黎 人很多 小爱很多 你不能骑快 骑快很危险 对没错 对不对 所以你整个大台北的 河滨的自行车道系统 看你怎么运用 你如果要练车 那这哪一条 练车 时间 统统都没有了 你不要再假日 河滨通通不行 你要一大早 早一点 然后可能就往郊区一点 对河滨实在不适合 因为都是 有慢跑的 有践行的 然后有马拉松 对对 而且有时候车道宽度不够 对 你速插过大会有危险 对没错 对不对 所以我们当初就这样子 从河滨骑一骑就这样不行 不过瘾了 就我需要有运动 我心跳速要往上拉 怎么办 上山最快 没有啦 那上山就是爬桥就好了 你走两座桥就够了 没有不一样 上山练的肌肉不一样 肌肉群不一样 那好累喔 其实要练啦 就跟爬山一样 你想想看我们爬山 我问你上山到底要用几段的车 其实大概 如果是以登山车系统的话 大概24段以上就可以了 还有一个说法是说它下面那个 币长一点 就是那个变速后面那个大盘 不是飞轮下面还再加挂一个可以审例 不用了 你只要那个变速系统 因为那个我们那些变速系统就跟车子的档位一样 我们要爬山或是那种碎石路开车的话 碎石路进去你发现两轮传动车是不能开 为什么会打滑 那你就上四轮传动 那脚踏车其实有点类似说 你如果说是爬坡很陡的时候 其实就是档位降到最低 如果说降到最低你还爬不太上去 这时候就要考虑说 没有没有 就是我们训练的问题 也是训练 你需要适当的一个训练 不是就是那一口气就上不来 有时候他不是 他就是你知道对不对 就上不来 那个就是训练问题 还有另外一个要了解自己身体状况 那怎么训练法 没有啊就是频路训练回转术 频路训练回转术 肌肉要够了 肌耐力要够了 就是在练习这些 对啊 就是频路的训练 其实是在训练这些东西 不能骑快了 有时候上坡 有人在前面骑快 后面就没有后面 对对对 没错没错 他就是一个体力的调节 就是一个均衡 身体能量的调节 他其实是一个身体能量的调节 讲的都容易 就是要练啊 对对就要练 没错 没错 好了 听众朋友 我们节目时间呢 今天已经到了 我们今天请Eddie 单车旅行专家 陈总理来聊 台湾用旗的最美 他给了我们三条 这个黄金路线的建议 黄金黑金跟绿金的建议 是 那怎么样去查你的 相关的这个资讯呢 OK 你就用这个关键字 台湾用旗的最美 你可以找到很多的影片 很多的路线 还有我的部落格 通通通 台湾用旗的最美 用这个方式去看一看 你试试看 那你有 你有在带大家旗吗 你有成立社团带大家旗吗 没有成立社团 但是私下会 你只是在分享而已 对对对 主要是分享 然后出去 因为我现在大部分都是拍影片 对 会跟比较熟的朋友出去 然后拍一些影片 做记录这样 所以你没有成立一个社团说 我们来 一起从哪里 起到哪里 那个是根本要配合啦 都是配合其他的社团 好了台湾用旗的最美 你对发现台湾想骑脚踏车 多认识台湾可以上去看 它里面有很多YouTube的影片 你可以作为参考 然后学习 当然最重要 平常要在练 对 还有记得出门 该做的防护要做好 对 防晒防撞安全帽 然后平常真的要多练 手套 手套 非常重要 好 今天我们谢谢Eddie到我们现场来 谢谢 拜拜 谢谢 拜拜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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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